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非常早出来了 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 然后我已经在乘巴士 今天是一个非常粉丝模式的行程 因为我旁边有三个本人 然后他们三个都是BTS的粉丝 所以今天的行程就是要去充满BTS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特意拍一个Vlog 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BTS的狂奋是会去什么地方 而且会有多狂 发生了一个极度无奈的事 因为我们本身找了转车的巴士站在1号出口附近 怎么知道我们在1号出口附近 找都找不到巴士站 然后看到地图在某个位置 但其实那里是有巴士站的 只不过是没有了巴士号码 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 我们在那里等 然后我们要等那个360巴士 然后就在我们眼前飞过了 然后我朋友突然生气 就说他以前也曾经试过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 明明地图上面是有那个车站 但是车飞走了 然后发现它是改了巴士站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那个360 是停在第二个位置 好生气啊 为什么地图会这么不更新的 因为韩国地图一向都挺可信的 但是虽然我身边都有很多韩国朋友 叫我不要尽信 但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真的有点心里面又不快 大家如果都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就是很大机会 是改了巴士站2 在地图上没有更新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 불光浴道 要转车 要准备巴士 结果我错过了 我们要等19分钟 眼白白看着车走 然后我们要等19分钟 啊 我们到了 二两浴 我们在这个巴士站 下车之后 然后走过来对面 这边 进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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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我们踏了个几钟车 终于到了 这个叫做 日盈站 哇 这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我和三个同行的伙伴之外 是一个人都没有 那里是有些人在做东西之外 什么都没有 之前我去过一个叫做 啤酒 然后我又特意去拍照 那个位置 我觉得拍照是漂亮很多 但是这里我就觉得 如果真的 如果不是因为MV的话 没什么特别好拍 现在我立刻去看房间 就是这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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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不过那时候他们又下雪 粉丝门 原来就是这样 特意来 这些偶像到房屋的地方 然后他们又拿了很多 纸 然后 资料出来 哇 好搞笑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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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回到家 我要换衣服 因为今天的天气是比想象中冷 然后我们稍后要去江南 我怕稍后会更冷 所以 都是回来换衣服 就不用病 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我今次起床 就一直在吸 我不希望有病 所以穿多几件衣服很重要 我现在出来了 然后 见回我的朋友 然后他们 买了这个BDS的 这个叫做T-Money 原来是SEAL 可以买 是还在卖 但是我朋友说 他找了很多间 都找不到他想要的 然后这张也不是他想要的 不过这张 就是他朋友 叫他帮他买的 所以他就买了 所以今天 如果是见到SEAL 他说他们也会冲 去找 有没有他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在某个站 看到这个 Holesop 的牌子 然后他们又 边上拍照了 SEAL 他们进去了 好 好 前面两个 他们都是一样 找BDS的T-Money 好了 现在来到新沙站 现在就要吃午餐了 接着就是 防蛋都去过的餐厅 我们今天要吃Pibin Bok 好了 现在过来BDS 经常来的餐厅 然后面料很搞笑 那个面料的名字已经是 他们有一个食物是直接叫做防蛋 就是应该是最多人吃的菜拌饭 我就叫这个 KIMCHI JIN 这只蒸的酸白醋我们要吃 然后还有一个service 送给我们的豆腐汤 吃炭酸 吃炭酸 先吃炭酸 先吃炭酸 就是BDS的粉丝 所以才会来 但是吃下去 发觉其实味道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 9000万 就算你不是防蛋的粉丝 然后来吃饭 你也会觉得是好吃的 看香醋 各位 嘗不羡慕 然后因为防蛋的公司 搬了几次了 他们的旧公司 其实就是餐厅附近了 然后我们就走了过来 为什么呢? 就因为旁边有很多这些图鸭 虽然是没有任何BTS的成员 照片或者画的东西 但是有很多这些图鸭 但这些图鸭应该是粉丝画的 我猜 粉丝图鸭墙 彭坦 现在我们打算去新的公司 然后就是学堂 然后大家好像当失落 找错地址 然后现在他们就在找地址 好奇妙啊 我整天都在围绕着防蛋 去编排今天的行程 原来作为一个狂奋制的心情 因为我在旁边一边看着他们 他们很兴奋 一直在 哎呀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是好奇妙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 我先找地址 原来我们是找到的 只不过太不起眼了 就是这里 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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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不像会有一家经纪公司 就是这里 防蛋就会在这里出现 但是就是看运气 因为我觉得这里 下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瓷砖 然后厕所 马筒那些店 然后 又见不到有很多粉丝 所以完全不会觉得这里 是防蛋的公司 可惜我们下一个行程 然後我們去完公司之後來到這個新沙洞 怎麼可以不逛街 所以我們走這個林蔭大道 經常都是這樣 每次朋友說要去哪裡哪裡 然後進去 結果最後是我買東西 我就買了這三個香水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牌子 因為遲到去歐洲 然後打算帶小一點香水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15秒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BTI的東西 是可以在LINE STORE買的 整層都來了 嘩 BLS的粉絲 ARMY們是不是很幸福啊 哎呀 我很舒服 LUMBER BANG 好棒 好大顆 就是這個 A-LINE的公仔樣子 就另外有這個BTI的東西買 其實因為我個人呢 是比較喜歡CAPTOP多過LINE的公仔 所以基本上我是很少進來的 我記憶中我進來真的兩三次 因為朋友而進來 而不是我主要進來的 雖然今次也是因為很容易進來的 因为朋友进来 但其实我觉得BT21这些公仔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也开始有点点的兴趣 但刚才我看了价钱比Cart TalkFriends更便宜 因为这么大的公仔都是$38,000 Cart Talk的好像是不行 好像会穿骨一点 这个是中二生的 西雀素 这个是妻子 这个是妻子 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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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正常的 这三座咖啡 怎知道她说7点关门了 因为我们很开心地在大宋买东西 结果慢慢就够钟了 我们逛逛 然后逛逛了这个阿布庄罗丁 然后来到这边 整个感觉很不同 这边呢 是很多国企 是很多非韩式的餐厅 然后设计比较时尚感一点 然后找到这间cafe 看不见到有BTS的水道 在这里 艾人可以拿到他们的coupon 原来是我听错 因为我以为是coupon 但原来呢 它是说给这个 cup holder 是你要说老板才会给这个有BTS银行的cup holder 另外呢 还有四张这个成员们的卡 它是双面的 两边都有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本来我以为是一些BTS公司 做这些产品 但原来呢 是粉丝自己和cafe 合作 当是粉丝福 价钱是一样的 价钱不会特别贵 但你就可以得到BTS成人的人 对 对 好了 去完cafe之后呢 我就自己一个回到家 同行的三个日本朋友 他们其实呢 就去了这个尼泰园 因为他们说尼泰园有一个 BT21的展馆的地方 他们就要去朝城一下 但因为我时间不是太合 所以我就禁不了他们 因为我们今周有了9点 我猜不到今天的行程 会是那么满的 我以为大概会在晚上吃完饭 就会结束 但我们去完cafe之后呢 我们是没吃晚上饭的 但他们比较想要看了BT21的东西 所以 没办法啦 今天的结尾呢 就没办法跟他们一起结束了 但今天也很神奇的 就好像是一天体验作为BTS粉丝的 一个感觉 因为其实我从来没试过去追 任何的明星是做得很疯狂的 而他们真的特地在日本飞过韩国 然后他们好像来四天或五天 但他们这么多的行程 全部都是围绕着BTS的 这个精神很值得敬佩 但同时也发觉原来 韩国追星的方法呢 其实都很不同 而且我觉得粉丝们 都会很为大家着想的 他们基本上是不懂韩文的 但是呢 他们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不同的资讯 然后他们好像在twitter 或不知什么地方 就找到一个地图 就会列了哪一个地铁站 有哪一个成员的生日应援牌 然后他们每一个站都去了拍照 然后刚才去的cafe 也不是官方的活动 只是粉丝们自己私下做 那我觉得 整个粉丝应援的感觉 这个气氛是很不同的 是我第一次接触的 也都觉得很神奇 但是今天跟他们相处了整天 我会觉得作为BTS的粉丝们 都应该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是不是 不知道看了这段影片的朋友 有没有人看ARMY呢 如果有的话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这个vlog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 可以帮我按下来 记得follow我的IG 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冻痕 记得按下来订阅 旁边的钟仔 就不会拍错过最新的video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bye by bwd6